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拍這部影片呢,主要是推薦一下我自己使用的模擬器 天堂M Pro 那最近天堂M非常的火紅,大家人熟一隻作業型手機 就可以上網打天堂了對不對 但是呢,一定會面臨到就是,不管是怎麼樣嘛,都一定會遇到的 手機活了 沒有電 不然就是Wi-Fi連線不穩定中斷你的連線 更嚴重就是你手機水小,這麼小一隻 看隻看到眼睛都快脫窗了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呢,漸漸都使用模擬器了 在玩那個,用模擬器在玩手機遊戲啊 因為螢幕又夠大 效能一定就是比手機好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大家都漸漸用模擬器已經是一個趨勢了 不過呢,模擬器種類這麼多可能也會出一些問題 比如說BUG嘛 或者說不相容嘛 不然就是資源池超大的嘛 讓你的電腦頻頻LAG 搞得有點麻煩之類的 對不對 所以說呢 老頭今天就找到了這款模擬器呢 它是Bluestack針對天堂M所設計的模擬器 而這個天堂M模擬器呢 其實它本身也蠻特別的 它很獨特的就是 它只支援天堂所有類型的東西 天堂M裡面類型的東西 你不能用這個模擬器去下載其他遊戲 或者其他軟體完全會被阻擋 然後它會幫你預設下載LINE跟FB輸入之類的東西 讓你方便做一些聯繫 但是呢 唯獨其他軟體它完全會阻擋在外 你沒辦法下載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輔助程式 不過我覺得自行斟酌啦 這些輔助軟體 以及這多開的功能 我覺得就是各位自行斟酌使用 會不會被怎樣我就不清楚了好不好 那不管是速度上呢 還是操作方面 其實我覺得都很方便 官方也有釋出圖解啊 比較它牌的模擬器呢 效能使用 以及多開的數量都已經展示出來了 這個數據上面都已經顯示了 不過我相信各位 應該還是會質疑這類的問題嘛 要有數據才說得過氣是不是 沒有錯 所以說呢 老頭今天就已經做了準備 我們準備要來比較一下 他牌的模擬器跟天堂M Pro的模擬器呢 各二開 好不好 各二開 我現在二開天堂M Pro嘛 我等一下再去找他牌的模擬器 開另外一個二開 來看一下 這個使用率到底是如何 好不好 那非要不多說 我們走吧 Let's go OK 那在開始比較之前呢 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多開的程度 攸關你電腦的CPU跟記憶體 夠不夠力而定 所以說不是每個電腦都可以承受這麼多的多開 支援擺給你的電腦也要夠力 才能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好 那以下呢 這個測試是使用四核心4096M來進行測試 就是每一個視窗都是四核心 然後 4G的記憶體來做測試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天堂M Pro跟其他牌的這個 模擬器呢 到底有什麼 差別 使用率大概是如何 那你們右邊這邊 所看到的這個是 韓版天堂M 為什麼我會使用韓版天堂M呢 非常簡單 因為比較好登錄 不用說了 你們懂的吧 呵呵呵 比較好登錄阿 所以說呢 我就用韓版天堂M來做一下測試 那我們現在開啟一下工作管理員 OK我們現在看到工作管理員之後 這邊看到這BlueStack有沒有 BlueStack的使用率上面這麼高 它20幾左右是 第一個跟第二個加起來的使用率 你們看到呢 使用率其實大概落在9跟10之間左右 然後呢 記憶體大概在332 342之間左右 那我們看看他牌的模擬器呢 使用率大概都在14、15% 14、15%左右 有時候最高甚至會到16 最低應該是12啦 這邊目前看到是12 不過他們的記憶體使用率呢 都幾乎高出天堂M Pro的 大概100左右吧 這個就405 這個就382 一直不斷的跳 所以說由此可見呢 我們天堂M Pro真的是 有針對這個天堂M來做優化 天堂M Pro呢 到後面呢 也會有很多相關的一些更新 像是說把一些什麼新的輔助程式放進來 就如此類的 什麼防紅人殺的一些軟件之類的 個人覺得都應該還不錯用吧 不過你們就是自行斟酌來試試看啊 OK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天堂M Pro的模擬器呢 我會把這個連結貼在這個影片的說明下方 你們可以自己去下載 那要多開幾個就憑你們自己電腦的配備去斟酌喔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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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